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车的轮毂盖都和轮毂紧密相连 轮毂随着车轮一起转动 拆卸的时候也非常好拆 只要找到一个小口就能将轮毂盖轻松拆卸 但这招并不能用在劳斯莱斯幻影上 为了彰显车主的身份和地位 他的轮毂盖上的R车标永远是正义的 不会倒下 而拆卸的时候 轮毂盖和轮毂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没有缝隙可以撬开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拿一个吸马桶的皮筛子使劲抽 可以将轮毂盖抽出来 至于劳斯莱斯轮胎的奇特之处 还要说它中间的轮毂 简单来讲 就是劳斯莱斯的轮毂是处于悬浮状态的 轮毂盖处于重心位置 开车的时候自然会非常稳定 不会转动了 劳斯莱斯幻影的细节做到如此地步 不都不说卖800万元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这样的车既可以彰显身份 又可以带来舒适的体验 真正不差钱的大老板很多都会选择这辆车